媽祖禁箱回軟 反乘行精彰化 當發生車禍的升港三姐弟祈福 家屬也專程來到事故的現場 在入口擺設了點心站 款待香燈角 同時也向媽祖祈求 姐妹倆能夠平安的康復 而行精隊伍當中也有感言的故事 因為李小姐原本跟女兒約好 今年要一起禁箱的 但女兒在去年因為車禍離世 媽媽背著愛女的照片 虔誠的跟隨媽祖前行 搬來近五十項飲料礦泉水 還有五百個饅頭肉包補給品 江屬特地來到彰化申港三姐弟 車禍事故地點 經過路跟美港公路口 擺設點心攤要款待香燈角 謝謝 當時遭狀受傷的小弟已經康復 也加入發送點心行列 還同言同語向媽祖祈求 希望姐姐早點出院回家 白沙豚媽祖回暖路線行精彰化 阿公也帶來姐妹倆衣服 派向白沙豚媽祖祈福 讓兩姐妹早日康復 另外行進隊伍中也有感人故事 橡丹角李小姐高舉背包前程向媽祖膜拜 而仔細一看她的背包外側還放著一張女兒照片 原來母女倆去年曾經約定今年要一起參加競箱 卻沒想到女兒發生車禍 在去年意外離世 李小姐專程背著照片 一步一腳印跟隨白沙豚媽祖競箱 就為了完成跟女兒的約定 也成為邁開步伐繼續向前走的力量 記者綜合報導